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对啊 我今天有采访 你忘记了 好多了 快好了 没事了啊 不用担心 我今天真的好多了 我还约了医生呢 乔乔 这件事情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咱们现在不能要他 咱们根本没有能力养他 如果真的留下他 那是对他不负责任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好 这马上就要采访了 你怎么突然要吃皮子呀 还不得要挑酸呢 越来越不辞好 宁威 吃水果 对身体好 没事 不用了 谢谢 谢谢 沐老师 你这表情也太过了吧 有那么酸吗 不是你特意让我挑酸的买吗 你听错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嗯 没想什么 没想什么 今天你让我去买葡萄 还非要买酸的 是买给明威的吧 还有你今天一天都盯着人家明威看 哎 你告诉我 有什么好看的啊 就那么好看 别多想 没有的事 来 喝一杯 不说辣豆 反正你骗不了我 这就不错呀 你这儿还有吗 正好明天我要去跟明桥爸妈吃饭 我带两瓶过去 你要喝自己买去 别拿我东西做人气 什么你的我的呀 咱们俩还分那么巧 再说了 我去跟明桥爸妈吃饭 不也是间接地 帮你去了解一下 咱们岳父岳母的喜好 省得你以后走完路啊 不好意思啊兄弟 刚才的言语 行为 有失礼数 我感到十分抱歉 我那儿还有两瓶酒 这支酒你先拿着 如果你要的话 我全部都给你 对了 你能帮我准备一张银行卡吗 往里面多打一些钱 你要干吗呀 有用 明文啊 你现在的身体状态 不太适合出演梁柱 你去辞演吧 关于出演梁柱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呀 当时还是您鼓励我 让我参演呢 而且 我身体状况挺好的 怎么了 你不用再隐瞒 我都知道了 说实话 你现在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应该好好把握机会 多言谨不拒议 但既然事实已经这样了 你放心 我会负起 我应该负着责任 沐老师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好 为什么 我会负着 他在内心里 甚至之後 这种想法 他觉得 还没什么 又被关上可以 他会负责的 在这种人时 他会负责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